第四十四章 白衣战黑衣 白头杀白头 自称卖探妞的赤族女子乘坐牛车入城以后 帮忙爷孙卖完木炭就反身走向城门 凭借女子直觉 她坚信那只人猫是在等待幽艳山庄 让本宗吃瘪的白头男子 她没有静止出城 而是登上城头坐在城墙上摇晃着一双脚丫 练气时想要正道飞升 有一条捷径千年不变 那就是斩一条恶龙 将那颗墨珠吞入腹中 温养一甲子以后 根据史料记载便可头顶生脚 半龙半人 将来就能掀过天门 再入主一座江海龙宫 她觉得机会来了 六百青旗骑江卢松 身世清白历年攀升 由地方周骏层层递交给京城兵部报备的履历 没有半点出格之处 正值壮年 西楚官里泰安城一事 天下大势汹汹而动 前不久还收到了一份兵部秘赤 要官升一级 即将亲身领兵迁于萧綦 参与对西楚旧地 几个叛乱重灾区 形成的隐姓包围圈 卢松生的俊朗风流 有文人雅气 唯一为人诟病 便是嗜好服用药耳寒食散 每逢酷寒 也要光脚踩踏木鸡 长带宽秀 行走如风 三百众旗旗将王林 则与儒将卢松 截然相反 作风跋扈 出身一只春秋末尾 才扎下根的乡族宗室 三百旗旗都是 不服天王老子 管束的王家子弟兵 倒也不如和窝里斗 欺负自家人 只一门心思为获外乡林郡 前些年实在是让郡守 倍感棘手 幕僚支了一招 昭安 郡守大人舔着脸 跟朝廷死气白赖 求了一个杂号将军下来 才算勉强安抚住 籍贯没几年的王林 开祥郡王室 作为根基不牢靠的外来户 靠的是洞哲出洞五六百号 青壮子弟的持血血痘 才硬生生把临近大族打服气了 王林的爹 是春秋里活下来的百战老族 跟几位麾下兄弟一起卸甲以后 这二十年间陆续走得十之八九 但也留下一份不容小觑的家业 可惜王林是个败家子 游侠一起 没事就拉人纸上谈兵 明白这天底下没什么仗可以打 仍是把少说的有二十几万两真金白银的后世家底 都砸在了那只骑兵上 买马养马 购置兵器军械 开辟孝武场等等 都是一张很能吃银子的血盆大口 好在三百铁骑城之后 再没有给周骏惹麻烦 王室三百骑 披甲乘马 就往寂静无人的平原上练兵冲杀 若是卸甲下马 就拉去深山老林 往往要待上个把月才出山 官府只当什么时候 王室家产男以为妓 家道中落 王林这头出生牛犊 也就该消停了 哪里预料到 这次三百铁骑 急持数百里 直奔沈武城 私下都在猜测 是不是沈武城哪位公子哥争锋吃醋 又惹恼了这个 经常一怒为红颜的情吃疯子 王林率领有官家身份的三百精气开导 身后两百余飙悍壮汉 亦是乘马狂奔 刀剑都用布条裹住 王林与这帮在金子山安营扎寨的草扣 是老交情了 每次入山历练士卒 多半是双方拉开阵仗 不带兵器在密林中大打一架 互为攻守 每次以半巡或是一月为期限 可伤人却不可杀人 直到一方象征性全军覆没为止 原本王林以军阀铁律治理不足 战力可观 自然胜多疏少 今年金子山上分批次来了几十号陌生连孔 不太好亲近 偶尔手养才入局厮杀 哪怕仅是小二十号人 每次都能让王氏子弟吃不了兜着走 尤其是那个信任的女子 出手那叫一个狠辣 久而久之 一个怨打一个怨挨 不打不相识 倒也算实打实打出了一份不俗交情 毕竟根子上 两伙人都是同气连枝 草灰蛇县可以绵延千里以外 北梁 这趟出行毫无征兆 可谓精锐清朝出动 几个当下没有露面的隐蔽千头人 不约而同跟三方势力 给了个开门见山的冷血说法 是成了 荣华富贵 失败了 就把脑袋砸在神武城外 王林对此没有太大顾虑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他们王氏父子能够有今天 看似是他爹的苦心经营 不惜经营肯在苟洞 方方面面都打点到位了 其实真相如何 王林比谁都清楚 比如王家的管事 才是真正深藏不露 王林一生武艺 尽出于那名看似酸儒的交书将 这个世道 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可以卖 才情学士可以卖 女子身躯可以卖 人情脸面可以卖 唯独卖命 除了傻子 没谁愿意卖 王林惜命更怕死 可他愿意赌上一把 要赌就赌一把大的 小打小闹 一辈子就是当个杂号将军的命 任山宇在内 石树人是最后一波 从北梁秘密潜入金字山的北梁英犬 别看他妖娆如郡城里 卖肉卖笑的名记 举手台族 都是勾搭人的妩媚 骨子里实则十足的草莽气 不过任山宇个子不高 哪怕快三十岁了 如同还未完全长成的少女 小巧玲珑 偏偏要去拎一对喧花板斧 劈起人来 就跟剁猪肉差不多 从不手软 金字山经过多年演化 鱼龙混杂 他上山落草后 有几个不长眼的家伙 半夜摸门而入 第二天 寨子帮众就看到院外一地碎肉 几条野狗家犬都吃了个滚圆 后来任山宇几次动怒 砍人以后 最喜欢的一个动作就是提起板斧 在他鼓囊囊的胸脯上蹭去血迹 天晓得这么一个童颜女子 怎就能有那么波澜壮阔的胸前风光 先前当三股势力汇流 瞪大眼睛终于看到正主 不论是卢松王林 还是任山宇这些亡命之徒 都有些吃惊 竟然是北梁下一任大当家的 这让王林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是怎样的死敌才能让这位北梁世子 需要劳驾千奇去保命 任山宇美眸流转 以往都是色胚男子 目不转睛盯着他瞧 风水轮流转 今天换成了他 任山宇在北梁豢养的江湖人物中 只算堪堪二流人物 跟大剑吕前堂 和南江巫女书修这类二品宗师 还是有些差距 只能在见不得光的地方 刀口填写 哪里能够亲眼见到这位当年明洞北梁 如今明洞天下的年轻人 一路上他都远远盯着那个 跟卢松并肩骑马的白衣柿子 京城观礼期间 传出两件壮举 一刀撕裂遇到百丈 大殿外奏的顾建堂义子向条狗 任山宇对此将信将疑 终于临近沈武城 卢松王林和任山宇在内的一线精锐战力 都在一瞬间心知肚明 哪怕对面仅有一人 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生死大战了 那名黑衣老者 有一种事 立拔山河市崔城 神武城外一片肃砂 地面宽阔平整 可攻百旗整齐冲杀 这让经于齐战的卢松和王林相视之后 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如释重负 可当两人察觉到 世子殿下竟是一齐当先后 都有些惊慌失措 这家伙若是死了 他们这辈子就算彻底完蛋了 按照常理 擅长带兵的卢王二人 本该乘机一股作气涌上 可不知为何 当他们看到城外黑衣老者 跟白衣白马 几乎同时展开一条直线上的捉队厮杀 都忘了发号失令 不仅是他们和身后八百旗 出现略微失神 任山羽跟两百多汉匪 也都一脸愕然 尤其是少女模样 却天然内媚的金字山头号草扣 眼皮子不由自主跳了跳 城外杀鸡骤起 城内一名不起眼的青山文士 身材修长 可能是脸庞俊雅的缘故 给人文文弱弱的感觉 手指轻轻碾动一节柳 北马一节柳 插溜溜成音 被一节剑气插在心口 传言只要不是陆地神仙 一品高手也要乖乖赴死 他面带微笑 一脸懒洋洋神情 在泰安城 没能杀掉下马维内的目标 给黎阳和北梁掀起风浪 没关系 在神武城外浑水摸鱼 也不差 城北方向 一名少女扛了一杆 早已失去花瓣的枯黄向日葵 沿着城墙外围 往城东这边蹦蹦跳跳而来 偶有早起行人遇见这小姑娘 都有些惋惜 模样挺周正的 就是脑子好像有些毛病啊 城东 徐凤年策马狂奔 不知是否性子急躁 急于一战 已经不满足战马速度 战马前腿扑通一声跪下 前扑出去 徐凤年身形飘摇 一袭白衣极略前行 刹那之后便是相距紧紧十步 徐凤年一掌外翻 一掌拧内 脚步清零 说不出的血液风采 一肘抬起 恰好弹掉生死大敌 寒雕似的探臂 双手猛然脚缠住人猫左臂 一个轮员 以旁门左道 击身天象巅峰的徐凤年 就将这尊春秋大魔头 给摔砸向了城头 一气呵成 依稀只见 黑衣如投石车巨石 砸向城墙之后 双脚一点踩在墙面上 以更为迅捷的速度反射而回 世人眨眼之快 在两人之间 却是百年之慢 寒雕似一掌 推在徐凤年额头 黑衣直接将白衣向后 推滑出二十余帐 此时众人才意识到 城墙晃动 有无数积雪坠落在墙根 徐凤年不仅腰间悬梁刀 还有背后赴春秋 寒雕四等徐凤年站定之后 这才缓缓卷起衣袖 露出满臂红丝 好一场白衣战黑衣 好一幕白头杀白头 参加